OK 大家好 這次要來介紹一個就是在HypeOS一個非常好用的一鍵換屏的功能 那比如說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一個困擾 就是說在中午的時候 在夏天的時候 你的核心溫度很高 因為你使用的超頻 相對你的CPU核心可能會飆到65、67、68 非常的恐怖 相對於你的環境、熱烘烘的 你可能隨時要做一個調整 那你可能不太會用的 可能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點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去單獨變更這個核心頻率 或者說點所有去變更這個核心頻率 那其實我們可以不需要這樣做 我們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就是說假設 這個是一個OK 高頻的核心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第一個470呢 它溫度64度 那它的運算大概算力只有21左右 那為什麼會這麼低呢 因為我還沒有時間去換它那個散熱膏 那不管 我們假設呢 這一塊的體質就是這樣子 就是溫度很高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調整 就是說 我們要去調整一個profile 就是說 將這個核心呢 將降低 比如說我降成660 那這個降成900 900 那以這個方式呢 我們去做一個再 做一個降頻的動作 那到時候呢 比如說你可以試狀況 比如說中午到了 那我們可以把我剛剛講的那個檔案呢 叫出來 那它就會一鍵套用在你現在的礦機之下 實在是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們二話 二話不說 我們去做一個調整 點一個東西 好 那我就把它調整叫660 那我這邊把它叫900 其實我已經存過了 再存一次好了 那它的溫度呢 當然會隨之的下降 OK 那我們就做一個 存 OK 那好 變更了 這時候呢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呢 就是將這一個模板 我們將它儲存起來 那我們就點這一個超頻的動作 然後呢 我們點 保存為模板 因為呢 我希望 用低盒運作 那我希望溫度比較低 那相對我自己也比較安心 那我就要拿保存一個模板 保存一個模板呢 就是 比如說這個礦機 照打 我礦機名字叫 Apple 是蘋果 那我打一個 夏日好了 嗯 夏日中午 夏日 中午 降溫 好啦 我假設叫 夏日中午降溫了好了 OK 這個文件名稱好了 那我今天做的是 8月13 好 那我就將它存起來 就要保存 OK 那這時候呢 這個超頻文件就會存在 你的HiveOS裡面 我們再回到一下 我們可以看喔 假設今天到了中午裡面 今天到了中午 然後呢 溫度非常的熱 你看到溫度一直往上飆 那你這時候你要做一個動作 很簡單 你只要載入模板 然後呢 我們去把 將剛剛那個 檔案叫出來 OK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呼叫 夏日中午降溫的一個模板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個可信就是 我們剛剛設的 那我們就點選替換 當然我們就是要降溫嘛 所以整個把它替換成我們 之前的模式 我們就按一個應用 它就會 它就會 它就會是 你現在的 地平外算模式 那當然呢 以此類推 如果今天到了晚上的時候 要怎麼辦呢 你看 已經降到61了喔 如果到了晚上呢 我當然是用高頻嘛 因為晚上的溫度比較低 環境相對比較友善 所以可以去超頻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設定 一個 比較高頻的模板 那我已經存過 所以我直接去呼叫 接到超頻這裡 然後呢 我直接去載入 我一個晚上的模板 這是夜間模板 這夜間模板呢 我之前已經存過了 就是說 我今天核心調比較高 後面多一個10 OK 那看你個人 要怎麼調 調高一點也OK啦 那我就 動作就是做一個替換 然後按一個應用 這時候呢 我們再回來 看這個礦機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的核心就是 就是高頻的一個運算模式 那這個功能實在是非常友善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做一個一鍵換屏的動作 然後可以適時去調整你礦機 這個礦機 針對不同顯卡 所設定的一個溫度 那非常的 讓人的安心 那希望這個介紹呢 對想要使用這個功能有所幫助 那當然呢 其實它還有其他功能 如果想知道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個日程排定的設定 裡面也會有一個介紹 就是說 我如果利用在不同的時段 去套用不同的頻率的模板 那我簡單點一下好了 那有需要呢 可以再去看那個模板 那個視頻的教學 好 那先簡單的點一下 我們回到這裡來 簡單點一下 我點一個日程 OK 那比如說 我今天是在夏日正午 我看一下 這是幾點 看一下 OK 下午一點 然後一點一點 一點鐘 我們做一個假設 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 今天在下午一點的時候呢 我的超頻模板因為很熱嘛 所以我必須把 Summer那個剛剛的文件 超頻文件叫出來 因為我不希望 不希望看到 那個核心這麼高 覺得有點恐怖 好 那 概念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去開一個日程 日程夜程的一個 排程的文件教學 那希望呢 這次的教學呢 對想要做一個 適時去一鍵換屏的 運作模式的朋友呢 有所幫助 那相對的 你操作也比較安心一點 好 謝謝各位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 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 點讚跟分享喔